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ow Dell Subaru都会陪着你 借着中佳建交40周年 孟常会青年团再次主办开阔视野 中国探索之旅 已于8月中成行 经过14天行程 亲身有力中国北京 山东 及上海等城市 除到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 做文化学术交流外 更获得山东省政府接待 亲访腾州市孟常军林园 同时探访居住于北京老人宿舍 及济南老年公寓的长者 体会良多 孟常会第一副主席周厚明 接受了采访 这次就是 刚刚是中佳四十周年纪念 我们又带青年团 去中国扩阔视野 因为去年又扮认了十二人 今年增加到三十人 这次去除了看观点 景点之外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有机会给这些同学 跟当地北京的两间大学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就跟那些学生交流 交换意见 另外我们去到济南 就这个附属中学那里 就学习那些中国 学习中国的文化 和这个传统的成绩 剪纸 和面譜 和书法 这样他学到很多东西 另外又去到这个 孟常君灵园 我们就拜祭 等他们明白到孟常君 究竟是什么人 明白他的历史 事迹 明白到乐善浩斯 是什么一回事 回来他们就会明白到 为什么书法 会用他的名字 来做这种善事 为老人家服务 再次就去到孟子的庙 也都去参与 见到明白他们的生意 和哲学 就明白到 原来我们 为什么老人家那么好 就是以百行 要考为先的 这个道理 他们明白了 回来 也都对我们老人家 有更好的尊敬 长程这次是十四天 也都景点之外 譬如这次有世贸 上海世贸 我们又和他们去看中国管理成这样 旅程就相当丰富的 他们也很开心 主要是有见到这帮年轻人 经过这次旅程之下 对中国文化是有更深的误解 更深的认识 我们漫长会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就能够做到我们 对俘虏持有的部分 多谢各位 两位青年成员与会上 分享了这次探索之旅的领受和体会 印象最深刻的是 亲往济南阿里山老年公寓探望长者 让年轻人了解 两地长期护旅服务的不同和需要 此外在惠芳特别安排下 参观一个崭新环保商业大厦 了解内地高科技建筑的概念 眼界大开 也深入到北京国家体育馆 上海世博及著名旅游地点参观 开阔团圆的视野 这次探索之旅一行33人 除30位青年成员外 并有孟长会第一副主席周厚明 青年团小组委员会共同主席 冯瑞林任领队 及青年团总监严尊良随行 团队游历中国三大城市 包括北京 山东省 及各大城市及上海 我觉得今次中国之旅 我得着很多获益良多 因为我更加了解到中国发展 其实是很快 比起加拿大美国 是进展得快很多 还有我也都了解到中国文化 其实是很深厚 有很多东西学 我很开心自己可以亲身感受到那边的文化 也都很开心可以去到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在那里做学术交流 更加了解到那边学生的生活 还有可以说给他们听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也都很开心可以去到那边的狐狼中心 探访那边的老人家 我觉得是一件很感动的事 去探访他们 也都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玩得很开心 另外去长城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我们一班学生一起去航上长城 有一个很感触的感觉 另外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认识着 超过30个新的朋友 还有可以回到加拿大 和自己的朋友分享中国的文化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下次再见 大多故事是由乌鲁叼Superview特约赞助播出